首都在台湾举行的亚洲射箭锦标赛今天开赛了 虽然赛事遇到了风雨干扰 不过中华队在反驱攻赛事表现出色 男女各四位选手全都晋级个人赛的32强 其中市井赛混双铜牌郭振维和谭亚廷排名赛都拿下了第四 两人搭档加在亚锦赛的混双赛事名列二号中资 中华建俄拉满宫 虽然面对台北田径场的风势干扰 还是全神贯注 要在亚锦赛第一天的反驱攻排名赛 上午的排名赛中华队已经确定有三男三女 晋级个人赛32强 其中大雄郭振维和谭亚廷 分别射出了669和661分 也分别在男女子主排名第四 两人也将搭档名列混双第二种子 仅次于南韩组合 而中华队的陈信夫和吴嘉宏 虽然没能在反驱攻排名赛 直接取得晋级资格 但是在二十四分之一淘汰赛中 仍旧取得了个人赛32强门票 中华队反驱攻四男四女 共八位选手全部晋级个人32强对抗赛 比赛将在周六登场 周四上午八点半开始 将陆续举行反驱攻和复合攻的团体赛 中午过后就要进行团体赛的奖牌战 游戏区的朋友不妨到台北田径场 为中华射手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